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台灣的防務部門負責人邱國正 週四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 首度承認台製的潛艇遭遇到很多問題 但未有進一步說明遇到哪方面的問題 立委吳思懷指出最近台船董事長 鄭文龍對內部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信中坦然遇到五大難題 第一就是潛艇潛艦案已經行五年多 現在正遇遇嚴重的瓶頸問題 第二就是接人手跟不上進度 第三就是令部件不能按時如期進場 第四就是各級參與人員壓力非常大 第五就已經有很多人心目中有卸責的念頭 希望找個理由就是走人 他在信中請求管理人員和員工不要推毀責任 吳思懷建議邱國正立入參謀本部聯參單位 令組專案小組深入了解情況 不能令現有的潛艇專案小組 求員兼裁判 邱國正坦然 潛艇遇到很多問題 他亦不會只聽潛艇小組的報告 亦會聽其他方面的意見 並且說潛艇小組會定期向他報告 而台灣媒體就指出 由於疫情和俄乌戰事 世界的供應面就是大亂 台灣自製的潛艇能否提前在明年9月下水 的確存有變數 特別是潛艇部分的裝備要來自歐洲 而製造潛艇其實就是蔡英文當局 向美國想買潛艇不成功 決定自己製造 報道就說台灣的海軍 除了有製造多艘潛艇的 雄心壯志的計劃之外 而且還計劃製造新一代的巡防艦 所以對於這艘首艘的潛艇 面臨難尾的危機極度不滿 但是更多人擔心的是 本來台灣根本就沒有製造潛艇的能力 現在的所謂製造 除了外殼之外 只不過是搜羅各地的零部件 在高雄組裝 而且就算是這些零部件 還有很多是台灣軍方 稱之為紅區的部件 例如是聲納、魚雷等部件 都是來源敏感 台灣基本是沒辦法解決的 報導還援引美國的外交家雜誌 此前發佈文章說 台灣潛艇想自製的計劃 最大的挑戰就是經費 當然是前四艘的潛艇 必須花費高達50億美元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 含有長期的操作維護成本 以及後續還要打造四手的建造費 而外交家就提到 很多利益權提到支持台灣自製潛艇 理由就是自製潛艇 可以令台灣本地的造船業獲利 但他們對經濟利益 估計顯然是過於樂觀的 由於台灣沒有建造潛艇的經驗 關鍵技術都是依賴外國的防衛廠商合作 所以幾乎可以肯定的是 潛艇製造計劃最後花費的金錢和時間 一定比原本的計劃更高 再看看台灣頻頻發生地震 已經打破近50年來的紀錄 學者警告可能已經進入地震活躍期 花蓮近海前日出現了黎克格帝6.6級地震 台灣氣象局表示 未來三天仍有規模5.5級以上的余震出現 余震甚至可能持續幾個月這麼久 學者警告台灣可能已經進入地震活躍期 台灣的中研院地球所 兼任研究員汪中和也表示 今年2月新竹3月藍頭 台東外海都發生群震十分以上 尤其是前日清晨至今已經發生了 最少2宗規模6級 4宗規模5級以上強烈地震十分罕見 提醒隨著地震頻率升高 台灣可能已經進入地震活躍期 而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的副教授 錫瑞傳說 台東長濱過去地震較少 但不代表沒有地震 而且能量持續累積 這次規模6.6級地震 雖然造成建築物損毀不算太多 但確實有助當地地震能量釋放 然後看看回國後首次公開亮相 孟晚舟將會出席華為3月28日的年度發布會 根據內地媒體從華為得息 華為將會在3月28日 即下星期一下至4時半 舉行年度經營財務報告發布會 在今年的發布會上 華為公司的副董事長CFO 孟晚舟回國後將會首次亮相 出席相關業績說明活動 報導說 在今年的業績發布會上 華為將會詳細地解讀連續數據 並回答記者的提問 介紹華為的未來佈局和業務戰略 目前華為正持續加大科研投入 重置基礎研究 以應對發展進程中的挑戰 同時深耕數字化 富能、千唐百業 用數字技術助力全球綠色發展 還有重點是 包括打造鴻蒙、歐拉等產業生態的 提升軟件能力 加拿大當局在2018年12月 拘捕了孟晚舟 開始了擁場的引渡審判 美國一直都希望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國 以調查就是華為是否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而孟晚舟一直都被美國檢控方面指控欺詐 但中國外交部一直都堅持 對孟晚舟所謂欺詐的指控是純屬列造 在長達千多天的司法訴訟中 中國、美國、加拿大三方可以說是不斷博弈 在去年的國慶前夕 孟晚舟終於獲釋回國 外交都視為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 接著看看內地的疫情消息 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一級秦志願 雷正龍舟介紹 3月1日至24日 全國內地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 已經超過56,000宗 涉及28個省市 其中吉林省疫情仍然處於高位水平 3月1日至24日 累計報告感染者超過29,000例 連續多日每日新增感染人數超過1,000 吉林市和長春市的疫情仍然處於持續發展階段 雷正龍說 總體來說 目前全國疫情處於攻堅階段 疫情防控形制仍然嚴峻複雜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 會繼續指導疫情有關省份 從嚴重緊落實各項疫情防控措施 盡快切斷傳播 防止進一步擴散 而上海方面 上海市東方醫院官網3月25日 承認他們醫院的一名護士周盛妮 一直在院內從事科室相關工作 3月23日他在家裡敲喘病發作 用藥後無法緩解 晚上7時多 家屬開車送他去就診 由於東方醫院、南院急診部 因疫情防控需要 正是暫時關閉進行環境採養和消毒 家屬將病人送到人際醫院東院救治 直至當晚11時多 周盛妮因搶救無效失去世 上海市衛健委主任烏京磊表示 兩年多以來 特別是近一段時間 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全市一線防疫工作人員 連續工作作戰十分辛苦 體力、心理壓力都巨大 在今後工作中 他們一定是關心好、關愛好一線的防疫人員 加大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力度 他對於東方醫院一名護士 因病不幸去世 表示深切哀悼 對他們的家屬表示慰問 轉看看 上海東方航空的MU5735航班 在21日在廣西墜毀 搜索行動持續近5天 仍然進行當中 乘客的家屬備受煎熬 即使知道生存機率不大 但仍然希望可以帶自己的家人回家 在失事現場捕捉到一幕令人心碎的畫面 有家屬被帶到現場去拜祭 帶著現場泥土回家 並呼喚我們過來接離 場面令網民看到相當心酸 報道說東航客機墜毀事件中 第一批旅客家屬 在22日凌晨已經趕到廣西藤院 23日在工作人員陪同下 部分家屬分批進入到墜機現場 因為這裡失事在航班上 為這裡在航班上的親人拜祭 當時藤院正下大雨 大部分家屬堅持冒雨出發 想早點趕到現場 家屬進入到事故發生地點後 有人送上菊花祭祈福 有家屬不斷呼喚話 接你回家 有內地媒體拍攝到有家屬來到現場後 帶走現場泥土 並對著事故現場哭哭著說 我們過來接你了 家屬的哭叫聲回蕩在山林間 令到聽到的記者都感覺到心酸 下午7時左右 在聚機現場祈福的旅客家屬 陸續在相關人員的帶領下 有罪離開現場 移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 朱圖表示 直至25日10時 應急處置指揮部 已經有罪組織安排了 375名失戀旅客家屬到事故現場 並做好遺體和遺骸遺物的接收、轉運、存放和保管工作 有罪開展失聯旅客 直系血親DNA採養和心理輔導 已經累計為家屬開展心理輔導 500餘人次 而對於有身體不適狀態的家屬及時安排就醫檢查 並落實醫護人員24小時待命 而民航局事故調查中心主任盧延峰說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和國內民用航空規章規定 初步報告應該在事發內起 30日內送交有關國家和國際民航組織 應該以國際民航組織工作的語言發送 所以報告會包括中文和英文版本 最後看看中國第一位F1車手 周冠宇希望五星紅旗飄搖在領長台上 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錦標賽3月20號 在巴林營為新賽季的揭幕戰 這項世界級運動也營為首位中國正式車手 他叫周冠宇成為F1賽場上首位獲取積分的中國車手 在2021年賽季二級方程式錦標賽中 周冠宇收獲四次冠軍 九次登上領長台 最終斬獲年度車手貴軍 1999年出生在上海的周冠宇 從小開始對賽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十歲時已經爆爛了全國小型賽車錦標賽 八個分站賽的全部冠軍 展現了車手的天賦 2010年他的父母支持下 11歲的周冠宇前往英國 一邊是上學一邊是訓練 並且開始在歐洲的小型賽車賽場上比賽生涯 在相繼斬莫了全美錦標賽後 法拉里車手學員向他拋出橄欖枝 開啟了賽車方程式的生涯 周冠宇一直成長 一直創造著奇蹟 周冠宇的頭盔印著青花池的圖樣 有著明顯的中國風 而頭盔的正後面印著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 2021年11月周冠宇正式加入一級方程式賽車隊 五星紅旗正式進入一級方程式賽場 他的心願就是 他說我已經將五星紅旗帶入了F1的賽場 希望未來可以飄揚在獎台上 今天的分享是那麼多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